最次第五年农历七月十五日 农历七月十四年祖先普渡五祖孤魂的月份 也代表台湾最淳朴的传统 庆佔中原祭典 数位天空有限电视公司 准备三生素果及各式生活食品 作为普渡物资 希望五百五卜比慈悲不失 祭拜好兄弟 祈求鬼月板桥土城何家平安 而在祭祀过后的这些物资 则是转送给华山基金会板桥爱心天使站 妥善分配给需要照护的独居长辈 其实数位天空在板桥土城这边经营的话 其实我们深知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取之于社会 应该用之于社会 那非常高兴我们一直长期以来 跟着华山基金会这边 都有一个长期的配合跟合作 那无论是在物资上面 或是说活动相关的一些的相助 跟一些的资源上面 我们都愿意投入更大的一个心力 进入高龄化社会后 以板桥来说需要受照顾的独居长辈逐渐增多 但能提供的资源却是有限 数位天空有限电视 从进军板桥土城后 陆续捐赠过长辈的过年年菜 和普渡物资 以此善行回馈社会 也希望更多的企业团体 或是市民朋友加入协助的行列 那我们大概一整年 都是在普渡的这个时节 或者是在比方说可能妈祖生 这样子的一个时节 比较会有可能 比方说公司行好 比方说像数位天空每年支持这样子 然后会捐赠一些物品过来 那其他的时间其实就真的很少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踊跃的 在平常的时候 也可以捐赠一些实用的物资 给这些长辈做使用 华山基金会板桥爱心天使站 协助弱势长者在地安养 以社区互助的方式 邀请更多企业 或是愿意担任志工的民众一起加入 为社区老人提供更多的照护力量 数位天空新闻板桥报导